启示录第十章 我又看见 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 脸面像日头 两脚像火柱 他手里拿着小猪卷 是展开的 他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 好像狮子好吊 呼喊完了 就有七雷发声 七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七雷所说的 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我所看见的那 踏海踏地的天使 向天举起右手来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 地和地上之物 海和海中之物 直活到永永远远的 启示说 不再有时日了 但在第七位天使 吹号发声的时候 神的奥秘 就成全了 正如神所传给 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我先前从天上 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 又吩咐我说 你去 把那踏海踏地之 天使手中展开的 小书卷取过来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 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他对我说 你拿着吃尽了 便叫你肚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 要甜如蜜 我从天使手中 把小书卷接过来 吃尽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 吃了以后 肚子觉得发苦了 天使对我说 你必指着 多民 多国 多方 多王 再说预言